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每年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 以性质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 做出的重要贡献 国际妇女节取缘于20世纪初的劳工运动 从女工争取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的 面包加玫瑰起端 发展到争取教育 工作 选举 性别平等的妇女平权运动 走过历史至今 妇女的权利与自由 已在大多数国际社会拥有精致的成果 国际妇女节 是对全球女性表达尊敬和爱意 感谢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造就国家和社区的发展 同时也在已达成的基础上呼吁变革 期盼促进并普及更多的妇女福祉 今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 今日性别平等共创永续明日 反映了世界各地妇女和女孩在适应 减缓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主导作用 以建构更加健全及永续的未来 这与下周即将举行的第六十六届 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优先主题一致 就是在气候变化、环境和减少灾害 风险政策和方案的背景下 实现性别平等和赋予所有妇女和女孩权利 女性的力量常被忽视 但站出来改变的也往往是女性 她们是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强大领导者和变革者 例如海洋生物学家瑞秋卡森女士 她的著作《极尽的春天》 唤醒了人们更高一层的社会良知 也开启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推动肯尼亚绿带运动的马赛尼女士 在保护肯尼亚生态环境的同时 也提供了上万人就业机会 妇女参与了世界各地的永续发展倡议 她们的参与和领导 导致了更有效的行动 充满危机的时代 需要全球公民集体合作 学习妇女的勇敢、坚毅、耐心 以及对世人无尽的爱来克服困境 转为为安 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的目标五 是实现性别平等 并赋予所有妇女和女孩权利 性别平等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宽容和尊重 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是上天赋予 这些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保护和共同捍卫 因以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人 这和孔子所说 己所不欲、勿施宜人、亦取同工 没有平等就无法实现永续发展 任何类型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 都会阻碍整体社会的进步 面对当今全世界天灾人后、疫情与战争等的挑战 不仅担任照顾者、角色的妇女所当其冲 更影响了孩子、老人、男人以及所有的人 世界局势的改变与发展取决于全人类的行动与信念 每位世界公民应以实际行动帮助世界迈向良善的发展 当我们聆听内心深处良心的呼范时 我们就能赋予自己力量 用怜悯、同情、善良来激励自己并鼓励他人 当我们愿意放下小我以真诚的心面对自己与世界 请听来自良心对尊重、公平、包容、理性和爱的呼范时 种植、性别、宗教、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将成为触发和促进良性发展的欧图 作为世界公民 我们需要团结起来 互相鼓励、行善、共同争取正义 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 当所有不公正现象都得到纠正并改善时 社会才能实现和平、包容与和谐 国际妇领节是我们所有人庆祝成就 并思考前瞻未来的日子 想想我们能为平等、自由、人权和各种公平正义做些什么 将爱与良心付诸行动 用尊重和理解来对待每一个人 平等死于发自内心的行动力 永续发展是每个人努力的加总集成 遵循良心之光 我们将能够为地球公民与万物 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和谐与永续的未来 祝福天下人 健康心欢喜 良心多行善 祭善保平安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我是霍华夫人 今天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 在1975年的今天 联合国把它定为国际妇女节 用来作为女性争取自己权益的一个象征 时至今日 妇女的权益跟地位到底改善了没有呢 霍华夫人想要用以下几个影片 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今天是一个在华山散步的日子啊 但不知道什么我们穿着衣服就警察一定要让我看我 缺席我们也不知道 好没关系 现在就是请你到意见表牌区 现在就是请你到意见表牌区 好不好 这是现在 麻达 不是你先大声 不是你先大声 是你先大声 都可以 都可以 是你 好等一下 先等一下 我们先走不讲话 言论自由意见表达区 那我们不要大声 那我们不要大声 但我大声是因为你们一直好大声讲 对我讲 因为你有同事这么大声 所以我们也有这么大声讲过啊 大家要不要讲话 那是意见表达区嘛 不讲话就不用过去了 没有人跟你说话 但是你讲的 这是你自己解释的 那意见表达区 不都是要表达一切的人才要过去吗 张姐 你拍摄到是男记者的肖像圈吗 你拍摄我难道不做的肖像圈吗 我们依照警察纪狱的肖像圈 对啊 我们可以对你受极点的肖像圈 我们要违法 各位观众朋友看完了影片 不知有何感受呢 伯华夫人倒是觉得身历其境 感觉自己就像是那两位小女生 受到那么多玻璃师大人的包围 那种压迫感透过镜头传送了出来 伯华夫人就是有几件事情想要请教玻璃师大人 第一 为什么你们不能够派一个人好好的来跟小女生沟通呢 非得要这么多人七嘴八舌 吵得要命 还要说人家讲话很大声 难道台湾没有讲话大声的自由吗 第二 我也想请问一下住在台北市的朋友们 你们的街道是不是真的有一块专门用来讲话的 叫做发表区 是要站在那块地方才可以讲话吗 在马路上是不可以讲话的吗 如果有 麻烦在留言区给伯华夫人留个言 让伯华夫人增广见闻 开开眼界 因为我真的没有听过 第三 那位拿肚子去顶年轻女子的男警 华华夫人想问你 你知道你那样做很不雅吗 而且你在那位年轻女子一直跟你要求停止下来的时候 你不但没有停止还一直跟她逼近 甚至还碰到她的身体 你知道你这样是性骚扰吗 又或者在华华夫人看来 你那样的行为 举止应该算是公然猥亵了 第四个问题 如果 站在那里的不是两个年轻女子 而是两个馆长型人设的男子 警察还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他们吗 那位男警还会拿肚子去顶他们吗 我想这个答案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 所以如果同样一件事情 因为男生或女生有了不一样的结果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说 这个警察就是在歧视女性呢 难道他们不是看到人家是小女生 所以做了这样子的决定吗 台湾只有这个案件吗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纪录片 欢迎收看您应该知道的真相 您或许在全台湾的大街小巷 看过这些身影 他们是由二十几个团体组成的 法税改革联盟 常年关心台湾的法税议题 2020年9月19日 一群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一如往常的站在竹北地区的路旁 安静表达诉求 却突然遭到警方的大肆盘查 其中一名年约六十岁的黄姓志工妈妈 因为举了画面上的这张字牌 而遭到了警方逮捕 究竟举这张牌是犯了什么罪呢 为您揭开您应该知道的真相 不用放手 罗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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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宪法第十四条 明确保障人民享有和平集会之权力 而且根据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六条的规定 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盘查人民 然而警方在九月十九日当天竟然出动大批警力 无端大肆盘查和平举牌的志工 甚至不准志工录影自保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早有预谋的逮捕行动 已经悄然展开 这四条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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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害怕耶 對不對 我們全部都站在別的地方 也沒有人跟我穿一樣的衣服 但我們會害怕 我們真的害怕啊 請問我們侵害了女生全衣服 但我們也沒有在這邊 請問我們違法了嗎 我們沒有在這裡 真的嗎 對啊你們這麼多人集結在一起 是衣服要做什麼呢 大家害怕你們去撞斗 我們去撞斗 那就好 有違法的時候再勸告我們 或者說可以舉牌 我們看到你們舉牌 我們會問 到底我們是哪裡違法 好不好 爆啦 要來爆完就沒點事啦 依照吉他資訊時間吧 我要盤查你了 放生分 我們想要問一下 我們現在要盤查生分 他要盤查他的生分 他要盤查他的生分 直播 現在在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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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影響到我們資金了 我們沒有影響啊 誰錄就盤查生分 對啊 當天警察幾乎盤查了所有在場的職工 要嘛你就... 要嘛你就出現 不是啦不會吧 當大規模盤查結束後 職工們陸續離開 沒想到半小時之後 警方再度折回現場 以現刑犯名義 直接逮捕 當時已無舉牌 只是單純站在路邊 等待子女接他回家的 黃姓志工媽媽 這部影片發生在2020年9月19號 919竹北事件 故事中的黃姓志工媽媽 因為這件事情導致了創傷壓力症候群 到現在都還沒有好 其實華華夫人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特別覺得害怕 因為我跟黃姓志工媽媽 有很多相同的特色 第一我們也是算年紀比較大的 第二我們都是女生 第三我們都是比較溫和的人設 所以很容易成為這些 警察違法濫權的下手的對象 我想還是同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黃姓志工媽媽 是變成館長那個樣子 又是男生 我相信警察先生是不會挑她的 她沒有犯任何的罪 就這樣被當成現行犯帶走了 這是公權力在迫害人民的時候 非常無厘頭的一個狀況 那公權力迫害人民的案件只有這樣嗎 是因為她沒賺錢 她到了大陸工作之後 國稅期才課稅 所以我們賺了4億多 課了我們5000多萬的稅 結果我老公被限制出境 卡在國外 我當時小朋友一個1歲一個3歲 現在小朋友已經10歲了 已經7年了 我先生已經錯過了7年 在台灣陪我們的時間 就因為 國稅局 烏龍的稅單 而他們明明知道這個烏龍稅單 可是卻不願意更改 影片中的鐘太太 她的先生因為公司營利不好倒閉了 所以她必須到中國大陸去工作 但是國稅局卻說他們賺了4億多 所以開給他們5500萬的稅單 而且把她的先生限制出境 這樣她的先生卡在國外就回不來 因此她只好一個人獨自把孩子帶大 整整7年的時間 她的先生都沒有辦法參與孩子的成長 女性走入家庭走入婚姻 其實就希望先生陪在自己的身邊 互相照顧 一起陪伴孩子成長 明明這對夫妻沒有什麼感情的問題 卻被國家的稅務單位衝康 用一張烏龍稅單就把他們分隔兩地 想想看情何以堪呢 今天是國際婦女節 看似我們在討論婦女的權益問題 其實更大的範圍是在討論人權 畢竟在公權力侵害人權的巨倫下 無論男女都是受害者 只是女性比較容易成為施暴的對象 像發生在中立 因為形色匆匆而被袁瑾 大外哥的詹齊女老師就是一個例子 如果這位形色匆匆是一位男子的話 相信袁瑾也不會對他施展大外哥了 我們討論這些影片 並不是要去指責執法人員 而是要呼籲我們的政府機關 應該要對公務人員 尤其是執法人員 進行法治觀念的教育 包括人權還有憲法 這樣才能夠確實的實現 民主法治人權立國的台灣 今天我們的話題就討論到這邊 我們有機會下次再見 拜拜